-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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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一小段 可是我必须要把我的JVM iFundle在我的 Dark Image里面 那其实就大概也会有100多Mb 甚至接近2Mbm的底效 那我在report到我的社会上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 因为这个Disk Size 或是这个Mail Size 其实就会有吃到一定程度的 吃到一定程度 那所以它相较于 比如说我用NodeJS去写 我用ChilesCrew去写我的 原生的服务 我去用Go去写的原生服务 ComparisonNative 那其实相较之间 它的成本可能就会比较高 它就会有 这样的先天限制在 所以Java原生我们在讲的 Write Ones Write Anywhere 利用JVM去完成 反而变成一个 有点算是 免不掉的障碍 那反而是Dark 其实它很完美的做到Write Ones 然后Write Anywhere 所以在JVM这边其实 就是Write Hay它们也是有记忆在 或是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 有些粉末已经在记忆在解决这件事情了 那所以这也就带到说 为什么我们会尽量介绍 QuarkX这个Famwork 那QuarkX它其实是在2019年 有Write Hay开源的一个框架 那它强调 Supersonic 跟Subatomic的Java 所以它就是非常小非常快 那适合云原生的服务 那就是适合我们 适合把它放到Container里面 去提供 用Java去提供Service 那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进版非常满快速 它其实现在已经到2.4.2版了 那 应该说它其实它我觉得它开发也是 类似这种迭代方式去做开发 所以它的进版方式会非常快速 所以2.4级已经 跟现在Spring Boot的绑号其实有点接近了 虽然这不能这样比 不过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活力 要在进行它的整个迭代的部分 跟开发跟一些进展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来做一些 看一下这个提供的官方一些比较表 就是可以看到灰色部分是我们传统这种 可能是Spring的Java的Famwork 我包成 我包成包起来 包成Docker然后起起来之后 它可能低效就是会占掉136枚 那如果是用QuarkX 打包起来服务 那它可能起来就是73枚 它没有一个就可以少掉一半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原生这边会强调这个 Respond Time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QuarkX 它的Stop Time会比 比传统JVM再快上5倍 就是我只要1秒内 我就可以起起来了 然后不用 或者是假如这种CRUD 我甚至我大概就是2秒就可以起起来 比起来它可能 一般传统JVM它可能是要10秒 那进一步的就是QuarkX 其实它在计数过程的选行 它其实会 要去对准这个寡VM 就是在JVM这边我可以 坎派成Binary的一个 一个基底一个框架 所以其实QuarkX我先用QuarkX写完的程式 我很有机会把它砍派成Native 那所以这时候我甚至不需要这一包JVM 我就可以在Dark里面 我只要把我砍派完的这个Binary code 把它放到我的Dark image里面 那我这一包就非常的小 而且现在非常快速 它可以是0.01秒就可以起起来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带很多想象 比如说我就可以很适合放到Functional and Service 放到Landa的Service里面 好 那它这样这么快 这么快就起起来 我们打开就是 传统最变的Fairwork5倍快怎么做到 我们先回过来看这个 传统的SpringFairwork 大家应该很熟悉 就是 我要怎么把我的SpringAPP起起来 那第一个是我compile之后 我大概就是Beauty 我把它compile成.class 然后包成JOT档就结束了 那在起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做一些事情 就是NodeComputeFile 然后NodeComputeFile 然后我们会 但SpringBot它是 我会把我的BeautyContext New起来 然后 它就会 我就会开始去Scan这个 Annotation 就是我有 我的什么Altowire 我的Beauty 我的Component 我的Departy 这些种种的Beauty 它把它New起来 然后再把它Maping起来 所以 SpringBot DependentJetion 这种会帮我做这些事情 所以 在做完之后 我就 我就 我就会有一个服务可以起起来 然后可以ServiceUser 然后可以ServiceUser 你去发现会有这东西是重复的 所以 在Quark这边上 我们会 它这边叫做Ahorb Time的Compile 我在Compile Time的时候我就 可以把我的Config值 跟我的CBI的这个DependentJet ForentWalk都全部把它在Beauty 做准备好 所以 我在Compile上 我会 拉长我的Compile Time 可是 我的Run Time 会起来之后会非常的快速 因为我省掉了 这些 前置作业 所以 我 把这样的 Package 这样一包的 DarkingBit 上到 5年生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快起来 服务给 服务给User 或是我今天有一个 TrafficPick 过来 我要ScaleOut 我的Service 它会也会比较快速 因为我DarkingBit 比较小 我的起来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 这样子让它就是 QuarkX 为什么它在这些东西是可以 非常适合U原生的 一个特性 好 这边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我的Jata 还是可以透过GuaVM 再Compile成PineU 所以它就可以更小更快 那 我选用QuarkX 会不会说 我本来 我可能本来很习惯用这些 对Annotation 或是Spring Framework的东西都会 丢掉 都会 没有办法使用 那其实没有 它其实 因为其实 当然就是 在Java的开发这世界里面 很多Annotation 到最后都是 变成JavaSpec 一种标准 所以 基本上它 在选型的时候 其实就是让大家很容易精度 所以 比如说怎么 这些常用 Velix Hypernet RacerEasy 或是 卡夫卡 其实在云园上 云园上 云园上常常需要用到这些Fonework 它都是内建支援的 然后都是 DiTention 就直接有了 所以这样它就整合很好 所以 假设今天 我是一个Spring开发者 我想要转到QuarkX的话 其实都一一都会有对应的一个Fonework 可能会有很可在 比如说 它让Hypernet ORN的部分 然后 还有 就是 我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 这种Healthy Matrix 就是在Clubmative 非常需要 我们的 Service 需要有RB的第二体 我的Service 需要 能够被知道说 它这样活得好不好 唯一有一个不同的是 AOP的部分 就是 我需要 我会做一些宣告说 我需要在哪里插入一些动作 那 因为QuarkX不希望在 双台的时候 做这样的一个QuarkX的动作 因为 这样其实对于这个速度上会是 恐怖的 所以 这边的话 唯一有不同的是 AOP的部分 其他像Cache 什么Swag 这种文件 都是原生资源的 资源这种 Java传统的标准 那 再来就是说 其实QuarkX有一个 非常吸引的特性 叫做Live Relo 那什么叫Live Relo 就是我可以在 我可以写完code的时候 应该说我会骑一个叫做QuarkXDV的Service 那 我在骑起来之后 我改了一行code之后 他就马上会说 我reload 我去登车到我的code改了 所以他就跟说 我直接去reload它 所以 比如像这样 我 他就会1.4秒完成Live Relo 所以我改完 三四行code 我要测的时候 我是可以马上去 去测试我的code 我不用等它 去停下来 或做一个restart 然后compile的动作 所以这是 Live Relo 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 其实QuarkX它 有一个叫做 Depth Service的部分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其实我在跑Test 或是我在跑QuarkX的 Depth Service的时候 然后呢 我其实都可以 他都会帮你 他会自然的帮你 起一些Test Container的动作 像Test Container 其实在 今天有个议程 在讲Test Container 所以其实 就是 为什么 我能提到 其实就是 于远生来说 其实Test Container 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Docker 去模拟我任何线上 可能服务 我在 我在coding的阶段 我就可以真的去测 这个reload service 那QuarkX的Depth Service 就是说 我今天引入了一个Mongo的Library 但是我甚至我还没有写 那个Condition Street 他就可以 让你在测之后 就自动知道你需要Mongo 所以 他直接去Docker 去起一个Mongo 让你用 我会很专注在 我的核心的业务逻辑的开发 好 刚才讲的QuarkX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希望他是 上到云端上 那云端上 还有一个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开Concurrency 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Tech Empower 这个网站 它会去测各种 Restflow Framework的组合 去测它的RPS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在Docker 这边世界里面 QuarkX都是名列前茅的 比如说11名的QuarkX 的Reactive 然后17的QuarkX 加Reactive Raw 然后等等 然后21名是Spring的Waveflux 的PG Client 那所以 这里面还有我们 会讲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今天会找 另外一个我们一体的部分 叫做Reactive 所以看到 我的Framework 如果我做成Reactive 的话 其实它的RPS 是会上来的 虽然说 对于小量的话 可能看不出差距 可是 当我今天需要 发余言声的时候 它其实RPS 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 需要Reactive 这样的一个Framework 那可以看到就是 传统这种 在91名 122名 就是这种 比较传统的 Spring的Framework 好 那 什么叫做 Reactive Programming 那 这个应该大家有听过 那反正就是 我们会 focus在 Async 跟Noblocking的 动作跟Component 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其实在 云段时代里面 我会强调 所谓的API first 就是 我的API 我 其实也是一种依赖反转 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 需要一个认证的Service 可能Powars 或是我需要 某一段资料 是另外一个Domain的资料 那根据DDD 它就会需要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Service所提供的 所以 其实我有很多资料 是我进来 我的User 一个Squade 我一个Request进来 我其实 我要Service 这个User之前 其实我要去 要很多外部的Request 我要打很多连线出去 可是 所以我打很多连线出去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就是 我们的Service之间 都是一个Districtly的System 所以 我们却需要 high concurrency 来服务我的客户 因为我的服务之间 会很容易的扣来扣去 这样的话 如果我的程度是Reactive的时候 我打出去的时候 它其实是 不会占到CPU memory 我是 它回来的时候我才去吃CPU memory 好 我的 是做这种叫做 non-blocking IO 那non-blocking IO的话 我的Resource 就会用的比较Efficiency 所以我就会省钱 因为我的 我 要一段 雲端的Resource 是有价的 它不是 而且还不便宜 那再来就是我的 我方台 我可以预计到它很好 因为我的CPU memory 也不会因为其他实位 赞助很多 所以我的 这个 投封值也会好 那也适合这种Eventory Run 或是IoT的服务 好 实际上Reactive大概会怎么做呢 因为 其实Reactive 也不是一个新概念 或是所谓的 non-blocking IO 那 一开始我们会 就是会讲到这种 Jarscript 它因为它是Singlesway 所以它不得不一开始就 就会有这种Async的Model 就是 是我们 就是像是 我们以前在玩 在Resource前面 可能会有Adress 这种 我们等一个HTB 可能它回来 如果我要有一堆Service 打出去 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 其实会容易 限制这种AsyncHale的部分 所以另外 再进阶一边 就是在 Microsoft这边 它就提出了 那个Reactive的概念 所以相对Eventory 就有这种 RxJS RxJava 就是我是 关注我的资料流 关注我的错误流 关注我的错误流 所以 那 我的错误跟资料 它会经过一站一站的转型 跟Map 搞Subscribe 好 那 所以我们今天会带到 就是说 这些东西它其实都会 有些进入障碍 就是 其实为什么Rx这么重要 为什么现在 我们现在要提它 但是 为什么大家没有很大部分 流行起来 可是我们现在要提它呢 那第一个 那第一个是 当然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云原生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 Reactive的架构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 Coding Coding 这个 对于Async Coding 非常 非常厉害的神兵力气 就是 我们它 主要就是 我可以用 Imperative Code 的写法 或者我们叫 Sequential 的Code 的写法 让我们习惯那种 宣告Imperative Code的写法 去 撰写出Async Bottle的Code 那这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 在进入这种 Async 火柜里面 降低这种进入门槛的 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 Coding 应该在其他一层有讲过 那我们 这里就解释 它解释出它是一个 Super Lightweight的Serial 那 一般来讲 如果 如果我们的Request 是 PerRequest Code 切一小段的时间 跟 Code 或是一个CPU的Code 切一小段的时间 然后 去来做事情 那 可是其实如果 我这时候 其实我的外部资料 如果还没回来 其实那个 Sequential的Code 就浪费 掉了 那Code 它的Keyword就是 Suspend 那这个Suspend 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 这个 外部Code 先 稍微暂停一下 等到我 有资料回来的时候 我才做 后续我的 要做的事情 所以 Code 这边 我可以new 成千上万的Code 但是 那其实对Code 都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是如果 我new很多的SWi 其实 我打出很多的SWi 就会为你来说 它就会很失重 那刚才讲到 QuarkX跟Code 跟 reactive 所以其实 QuarkX它就是原生资源 reactive prograning 那在Java这一段 它就是推荐 Mutiny 这个Framework 那在Code 这一段就是推荐 我可以用Code ruteam去完成 reactive prograning 的Model 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提供 一个reactive endpoint 是一个reactive endpoint 很简单 就是 我在 我一般 可以看到 在suspend 以后 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会做一个reactive endpoint 的 动作的一个 Code 就是我去做一个 我对Service 去file的动作 然后当然上面这次我这些 大家要打上这些 reactive annotation的宣告 那重点是我前面 打上这个suspend的标志 表示说 我告诉 告诉QuarkX说 我这个endpoint 它是reactive 的 所以它进来的部分 它 我这个endpoint 它就是可以做到 reactive 的一个Service 提供 那 我同时有 100个 100个WCode 打进来 但是它可能只需要 三四个 或是六七个 六七个 coating 六七个 六七个 去提供 但是它里面都是一堆 coating 来帮我做事情 好 那当然就是要 开发 要这样提供 reactive 的 的endpoint 的话 就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我在引入QuarkX 的library的时候 我要引入的是 QuarkX reactive 然后 因为它知道你是 用Coding 来写 所以它就认到说 我这样的一个sustain endpoint 它是提供一个reactive 的服务 reactive 状况的服务 好 那 当然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写的 当然都是一种 商业软体 我们其实要提供 我们 写东西不能 不能只考虑到 heavy pace 因为 其实我有种种的sustain effect 的种种可能 尤其是 在云端云分的时代来说 我不能保证说 我网路一定是稳定的 我不能保证说 我一定要到 我们要考虑任何的unhappy pace 那这部分 要怎么去做到呢 所谓的eception 我们就会在 在FunctionPlanet 有个术语叫做sustain effect 那有个东西可以很好处理sustain effect 那 这里的话 FunctionPlanet 的话 应该这样讲 就是 callin本身 他其实 比如说我们在 在两点的 深右的 深右的这边的 401 401这边一直能介绍 他有讲到 callin他有fp的特性 就是 我的变数 我的 Function 是可以当做变数 传进一个 另外一个Function 或是我的出来的 Return 是另外一个Function 我可以把Function 当做变数的话 这种就是有着 fp的特性 但是 这种这样的fp的特性 其实对于很多 所谓pure function 的人来说 他是不够的 所以 像这里有个40Degrees 这家公司 他提供一个Aware Library 他就是在做 FunctionPlanet 的补完计划 他希望这些 FunctionPlanet 的一些 Effects 可以很好被处理 所以他有提供一系列Library 可以帮助我们 在 coding这边可以有更好处理 这些FunctionPlanet 需要的 动作 好 那 不过 我们 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 Aware 的 SampleCode 但是他通常都非常的 你 如果真的拿去拿来应用的话 就会发现说 好像 好像没办法用 因为 他其实Library的进展非常快 所以 其实你在我们上找 那 SampleCode 其实 都很容易是out of date 所以 蛮多 就建议上官公网去看的 可以看到就是Aware 他这个A 他其实就是个LAN 所以 这个LAN LAN 就是我的每一块小东西 都是一个小方菌 这是 到了 集资之后 我的东西其实就很容易 可以放到 LAN service 那 这里要介绍就是 在 Aware 在Line 这个 Idle Idle 这个Type 他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 就是 我们要处理 所有层次都有可能发生 Happy Pass 跟 Aware 的部分 所以这边的 LR R就是代表 Write 我的右边就是正确的 因为Write 就是正确 左边就是我的Happy Pass 我的这个可能发生的错误 那我们任何的 任何的结果的预期 会用Idle 把它包起来 那这里会进到另外一个 concept 叫做 Royal Way Orient 的Program 那这个是 主要是这个Fsharp 这边的Scarly Write Train 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一样就是 我们还在谈Happy Pass 的部分 如果我们一般在学校 写了一个Code 它可能会长这样 我 其实我的部分 我的Happy Pass 可以很Trivial 写下来说 我的逻辑 是什么 我的一步一步是什么 我收到一个Request 我产生给人Email Update DB 然后再SendEmail 但我们今天如果要考虑到 错误Aware Handling 的话 我们的程式就会长这样 我有很多程式 是为了 资料验证 或是 有可能DB 连接失败 在各种塞以费去写 去写 去写出来 所以我的Code 就会 比较难以阅读 因为 我的主逻辑 因为Code 就是我希望我知道 我的主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做Code Maintain 需要做Code Code 去来看哪里发生问题 那 所以 这样其实会影响 我Code的B的T 然后其实这样的动作 我Sword Session 其实会 或是这种Early Return 是有点像GoTo的感觉 所以 而且我的Aware Code 跟我的 我的Happiness Code 跟我的Aware Pay 其实几乎是 对等的 好 所以这就是 一般我们在 Implative 的Design的时候 我们会做的 这种Aware Handling 我们会做一个Early Return 那想说我们要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呢 是可以把我的 这个 错误 带着走 然后把它包起来 如果他发生错误的话 他是 经过这些Function 但是不做任何事情呢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 Aware 他带给我们的 他就是 他可以用 Suspend 加Ier 来帮助我们处理 这样的一个 Io的 Effail 就是IoEffail 就是我可能发生 对Io说我可能发生 任何的Ecession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 在Aware这边的话 他就是 会把 Io 换成 Suspend 的Effail 然后 而且回来是一个Ider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为什么说到 刚才说到 Aware Domain Semper Code 都已经旧了 因为他的 在这里 他有个很大的概念上的Change 他把Io换成Suspend 那这里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是Coding 本身的 这个Suspend的特性 它是Compile Time 所以他会非常的快 会比Io 它的这个 Round Time的执行处快 另外一个是人体工学 就是 我的 我的Io 我的Io 其实会对于 我们所谓 就是 一般 从OO 转到FP的话 又对Io这一层 会是稍微有点 比较难进入 所以他希望用 利用Suspend这个特性 让大家 让大家是比较好理解说 这样的处理 在做些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会有一个Function 当然就是我们 是一个CodingFunction 然后回缓 它是Ider的结果 Ider的Type 那Heavy Pace A就是我的Heavy Pace 那Essession 会包转E里面 那 所以我如果有一堆Function 一堆CodingI的Function 把它串起的话 那这样就是一个 WU LA Ballatti 脖柜 reais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很清楚知道说 我的正常 我的正确道路的话 就会走在这个绿色铁轨上 然后我有任何Essession 之后 他又走到这个错误轨 然后整个带走 然后不会去执行 不会去执行这些Heavy Pace的动作 然后最后 Sherpa 那实际上会 所以这扣位长什么样子呢 我可以先看这个部分 实际上这部分就是说 在这个AVOR里面呢 他有提供一个东西叫做IdleCatch 那我这样 比如我现在我对MangoDB 做一个资料捞取的动作 那这里我就可以 把它做资料捞取的真实的动作 但是我用IdleCatch把它包起来 所以我预期他就会回传说 我是找到一个 这个名字的水果 然后或者是他是出现AVOR 那因为他有可能会找不到这个 这个水果 所以就是用Option把它包起来 那这里呢 其实在Coding这边 他就提供很多很方便的Manser 比如说这里叫做 FinalNure OverNure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找到 找到一个的话他就会 所以他是First 所以他找到一个的话 他就会把它变成 变成一个水果 一个水果回来 然后而且我会 那如果他不是 如果他是找不到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Option 一个问号 就是在Coding这边就是一个问号 那这里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Coding的InlineFunction 所以他可以容易做Function Intent 他可以直接用一个ToOption 来转成这个Type 那再来就是如果他发生Essession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用一个AVOR的Type封装起来 然后把这个Swordboard的部分包起来 带着走 那接下来我会有另外一个Function叫做 我希望把 如果我找不到水果这个动作 也把它归成 所以归成一个Error 叫做 NoneListFoodError 然后我会 这里就是 所以意思就是 这个Function是我把上面这个Function 这个Option 做解套 变成Food 我们都先看右边 好 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两个动作 我们把这两个做点接起来 我们有个东西要做FlagMap 那FlagMap 有可能就是说我希望把我的Write的这个东西取出来 然后 进行 然后进行这个Function的处理 这个LandaFunction的处理 然后再把我的 这个左边的AVOR打平 所以 其实FlagMap的动作是做MapFlag 我先把我的右边的动作 右边的正确的 HappyFace的值 我要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OptionFood的值 做一个转换 做一个A到B的转换 然后呢 我再把它做 因为我 如果正常来说 我应该会有两层的IDEL 因为我 第一层是我第一个Function的 第二层是 第二层IDEL 是我第二个Function的IDEL 然后把它FLATEN FLATEN就是 刚才我们过那个Photoshop的图层 我们会把两层图叠成一层 所以就是FLATEN 所以这个动作就在做MapFlag 所以我的动作 如果每个动作都可以写 写成一个小的IDEL Function 加上SUSPEND的话 我的程式本身就是REATIVE OK 我把我的ECESSION 处理得很好 再会讲到一个东西叫做SaleCast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我可以把我的所有ECESSION 都把它集合在一个SaleCast 里面 所以刚才讲的 我所有的ECESSION 我可以把它封装起来 然后 我会把它 把它集合在一个叫做 某某A的SaleCast 里面 所以这SaleCast 就有各种的错误的可能 那这是我的商务 我集 我的商务我集的所有的错误 都集中在这里 所以我的错误是可预期的 是可以一个一个一个加起来的 所以这就是在 所谓的 ADIT里面讲的SUN TYPE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预期说我的程式的错误是什么 我错误有哪些 甚至我在写我的操作手册的时候 可以根据这些错误直接写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错误是多少 那刚刚其实在 上一个Session 401的Session 也讲到Colin Colin的1.6的一些特性 那这里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针对我的SaleClass 它是Exotive的 就是算无遗漏 所以结合刚刚的SUN TYPE 加上这个SaleClassExotive 我就可以 确定说 我每一种Exception的可能 都会好好的被处理 我都可以去做 特别的Response 因为我知道 这些有发生错误的可能 那我的Objecting Objecting 在看到这些错误都可以 很自然就去做处理 因为 我们却告诉它错误在哪里 而不是 使用任何 使用特别的Exception 而是 我是已知的错误 那这也是一个 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 我最后走到最后呢 我要做一个 AvoResponse 因为我知道有 我刚才前面有这些错误的可能 说每一个都要把它 骗例 就是如果是这个错误 我要回什么 那如果是这种 有SWOB错误的话 那我当然还是要把它 把它印出来 那如果是 找不到某一个水果 那可能就是把水果那里面 错误一起印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做把我错误做 on happy pace做很好的处理 好 那其实 AvoR它其实提供了很多 很好很棒的功能在做处理 那比如说像这样 就是 我有 三个 idle的function 那我 需要把它串在一起做事情 那我service layer需要做很多事情 那这时候呢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叫做 idle的这个scope 或是 它其实就很接近 coding有一个特性叫做 我可以写 DSL 那这里的话就是说我每一个 我每个function的动作 我都可以去做一个bind 把它解开 那刚才意思一样就是 假设你刚才的frame map 看不习惯你可以换成这种写法 就是用idle的DSL去写 那就是 我可以call每个function之后 用bind去把它解开 取出这个 取出这个值 然后 做一些连续性的处理 那最后呢 它这边就是 它会把最后的值当做return 就直接回传了 那当然 因为它包在这个idle的effect里面 所以 如果发生任何的错误 或是没有 发生任何错误的话 它就会 变成一个 左边的result 然后 提早回 然后它会回传 或是 所以如果假设我这里发生一个错误的话 nameful 发生一个错误的话 那 下面这边它就会 不会做 然后会直接回这个idle的left 那 如果你 那这里的话 其实它还有提供了一个东西叫做parzip 那 这里的话就是说 可以 假设我把一个 假设我把 function 都拍成一个一个小的口定的 function之后 它就会有更多的想像 比如说 我可以 所以 我这些动作其实它是可以并发的 所以我可以一次把我想要 口定的动作 先把它一次往外丢出去 然后 只要它 所有东西都回来之后 就可以马上 去做我现在不要做的动作 所以这就是 呃 因为这个parzip library 帮你做的事情 它可以 帮你 抵取这些口定的 function 然后 等待它 等待它 最后一个回来 然后再去往下做事情 好 那所以大概程式的话 我大概会这样的感觉 我们可以讲到错误处理 讲到 讲到 讲到我的 怎么写一个我Service 写一个 Reactive的Service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的程式就需要 放到我的雲 Devus 我先上到雲上面 那这里的话 其实 QuarkX它就提供了很多 雲原生的帮助 那所以其实 QuarkX它 它不只在开发阶段 其实它在 呃 reactive阶段 它其实有些帮忙 还有deport阶段 或是monitor的部分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下面这边 它提供了 Kubernetes 或OpenShift 的原生资源 那这里原生资源 它做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说 我在 函派的时候 我在Pong打里面 做一些宣告 它就可以直接 产生出 OpenShift的 Config 或是OpenShift的 YAML 那这里的话 我就可以很容易 上到我的 Cubernetes OpenShift的平台上面 那它原生 也对 Yager的资源 或是Promitius 就是 我需要 我的层次有operability 我需要我的app 有operability的时候 它原生就可以 把这些metrics 打出来 那这些其他的 那这些其他的 比如说 Gclock 那当然因为它是 rayhead出的 所以它一定原生资源 那或者是我们 常常在 DDD的时候 常常用db 可能会接mongo 那其实都是 都是资源的 那这里是我demo project的 网址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 对 上去等一下 或是可以有什么 讨论的 好 那这里的话是说 测试的话 其实Quarkus 也有一个 很 还不错的部分 就是它其实也是利用 WasteAssume 这个 这个library 那其实我在 我要测试WasteFor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 用类似 像是这种 useless way的写法 Give it when that 的部分 来宣告我的测试 那这里就可以跟我的 比如说我的DDD 对起来 那这里也可以看到说 这里其实我们还有另外 引入另外一个 Colin的 WasteAssumeLibrary 所以 这里的部分 它就是可以更像 DSL 就是 given when land 那如果你是Java的话 其实就会 还没有这么漂亮 那用Colin的话 其实这里的部分 会更好看 那再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讲说 如果Java的话 是convite成Java 那如果你今天还希望说 我的东西 它就真的可以更快更小 而且它 可以适合这种 sars的服务的话 那你可以convite成Binary 那convite成Binary 那convite成Binary的一个tip 就是说 Colks它有带很多 带很多package 或intention 那它这些 这些wintention 都是它自己已经有验证过 或是有处理过这种 寡VM可能 convite成Binary 遇到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希望可以convite成Binary 的话 就尽量用 quarks原生的一些extension 那这也是一些tip 就是如果我今天service 想要convite成Binary的时候 你就要在 你要在你的data class 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model里面去打上一个 wished for reflection 告诉寡VM说 你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这些sand property 告诉寡VM说 你这个序列化的时候 一些宣告 那这时候convite成Binary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做 Jagerson的一些序列化 那这是一些 可能遇到一些tip 好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进一些结语 就是说 quarkus 它是 非常的clonative 跟developed joy 它注重开发者的一些 开发者的一些经验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dx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它非常的小 那 它可以binary rate 它可以convite成 用convm convite成binary 那 再来我们会提到 我们有提到说 reactive呢是 在 云生 云生这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我的层次call来call去 我希望我把设计 做成relative 那coteam呢可以降低 大家在进入relative的这些障碍 那但是因为我们还会处理这些 happy paste on happy paste 所以我们这边引入了 AVOR coteam AVOR kt的部分 来帮我们 处理这些function progain上 可能遇到的这些effet的处理方式 那带入了 vuel progain的概念 好 那 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 有些网站大家可以说粉丝 它是AVOR kt的原色的 资源 还有 前一场 这个讲quark的时候 还有带到这个 code.quarkis.io的这个网站 可以很快长出你的quarkis的专案 好那一样就是我们 我是Brandy 那我在采集店 那如果你对于这些 Java开发有兴趣要转之后 都可以联络我这样 那今天的部分 应该没有时间demo code 我们就到这边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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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